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在讲这个原情话之前呢 因为我想这个原代瓷器啊 我在讲真假对比之前呢 就是对原代瓷器来讲 首先呢就在我们思想上吧 要必须明确的两个问题 如果这两个问题在我们思想上 达不到明确的认识 而且早有一点产生一首怀疑的话 我觉得那你对原代的情话瓷器的话 那就是很难确认 很难确认 这两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呢就是 我们对原代瓷器的认识的问题 这个对原代瓷器呢 认识来讲呢 过去就是说呢 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以前的话 对原代瓷器的认识啊 不是特别的清楚 就是认知是有限的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呢 对原代全面的概念 不是太了解 为什么对原代的认识 比较少呢 主要呢 就是说呢 一个呢 没有很好的 这个真正的文字资料呢 从文献上来讲呢 资料比较少 再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呢 正统的像明确瓷器那种 带有官养款式的瓷器来讲的话呢 原代没有发现 所以呢 一直是处于在一个模糊的状态 只有呢 就是到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 为什么 为什么对原代的认识 比较少呢 主要呢 就是说呢 一个呢 没有很好的 这个真正的文字资料呢 从文献上来讲呢 资料比较少 再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呢 正统的 像明确瓷器那种 带有官养款式的瓷器来讲的话呢 原代没有发现 所以呢 一直是处于在一个模糊的状态 只有呢 就是到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 大家如果看到我们书的话呢 已经介绍过了 就是有一个美国的学者 这个托普先生 托普先生呢 他做了一本书 他这书呢 就是在伊朗 阿滴比尔神庙 收藏的中国瓷器 他这本书呢 发表了以后 对于我们国内的专家来讲 给了一个 就是很大的惊喜 可以说是 因为呢 他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托普先生呢 是正行 应该要明确的呢 来说 他每一个朝代 他喜欢仿什么慈禁 每一个朝代 他有什么仿品的 有什么仿品的品种呢 这个每一个时代来讲的话 他都是有一个 有多有传统时候 就是从我们层面来看的 他多有品种啊 可观的存在的 什么时候啊 学生仿什么 什么时候仿什么 你比如说明代 明代早期 像永乐宣德成华 这时候的话 他主要呢 都是防武大明瑶 而且呢 他是在右色上下工的 防武瑶的 防武瑶的洗的 防武瑶罐啊 防戈瑶的碗啊 防戈瑶的八方高租碑啊 我们还有防 防武瑶的蟋蟀罐 还有防龙泉药 有很多时候 防的龙泉药呢 也特别的精致 就是说 从明朝来讲 永宣成这一段的话 主要他就是 防武大明瑶 尤其是在右侧上下工 我做得更精致 到了后来的话 到明中期 就开始出现 防永乐宣德清华 特别是 玉瑶厂出组的 有成话词系里边 写宣德款 这就说明了 到明中期 就已经开始有后代 防本朝代了 到明中期呢 就是有 防永乐宣德的清华了 在我们库房里边呢 就有这个 大明正德的东西 他写宣德款 但是跟宣德的词题呢 里外文是花 和款式全一样 这个过去呢 我当组长的时候 我带领我们全组 编过一本 古词辩识 就是台湾出的 这本书呢 就是将我们故宫的 历代房品 挑的一个重整对照 这都有的 这个呢 也是很好的传世题 也要到了明代晚期以后 到明末 他的房品呢 到明末可以说是 在咱们陶斯发展史上 出现了一个 新的仿制高潮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时候 你从维线来看 到晚宁的时候 出现了一种 复古的情 复古的一种思潮 有一种重古的思潮在里面 所以到晚宁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特色呢 就是说 在他所有的这个 清花瓷器也好 和五彩瓷器也好 他的底款呢 大部分的都喜欢写 前朝皇帝画 就是说万明的词性的 他就喜欢写 前朝皇帝画了 所以这时候呢 你看 咱们有好多的标本呢 经常这类的标本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看了多少了 这种标本是很多的 什么大明成范名制 大明家庆名制 大明官吏名制 大明正德 甚至于还有写红武 大明红武名制 但这些的杂法 明白杂法呢 几乎都是晚明词器的 有你从 你从他的胎右 文字 色彩来对照的话 它是符合 万明词器的特点 这是咱们概念 简单说一下的 就是皇宁的状况 到清败 到清败来讲 特别是雍正前文 那是陶瓷史上的 第二个房顶的高潮 这个特别是雍正前文 从党案上来看 尤其是唐英当布陶官的时候 他没有东西布防 没有平衡布防 从古大民谣 他不仅从古大民谣 而且还仿永乐宣泽的青花 也还仿承华斗财 所以到清赖 雍正乾隆时候呢 他房顶又有一个高潮 像这些的唐英所做的房顶 非常多 另外呢 到晚清 晚清到光绪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房顶的一个状况 晚清 你到光绪的时候呢 他突出的主要的呢 他叫房康熙 我们管那个 这个光绪呢 一般呢 就叫做 这个回光返照 就说光绪的瓷器啊 他呢 除了他本朝特色以外 最突出的 他是房康熙 康熙的宋三才 康熙的青花 康熙的狼腰红 但是他 他这时候 仿的这个特点呢 特别是青花 往往现在有的时候 咱们在这个 在市场上呢 有时候见到的一些青花 一看都以为是光绪 都认为是光绪呢 就是呢 有些光绪的青花啊 一看呢 有许多呢 都是 一看都觉得像康熙 所以呢 就都定康熙 说是这几十年来的呢 这个原青花 开始仿制呢 是从 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开始仿制的 就因为 五十年代 国内国外的资料 大量的出现以后 在咱们国内呢 掀起了一个 元代热的高潮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 当时呢 就由 景德镇的这个 东风瓷场 和景德镇的陶瓷馆 他们呢 联合呢 作为一项 科研项目 当时 当时呢 是作为一个 一个科研项目 来进行仿制 所以呢 他就把当时 所掌握原青花瓷器的造型 文样 胎幼 当时都进行了 科学的测试 甚至于胎体的薄厚 体的重量 他都进行了测量 在这个基础上呢 他们就是 作为景德镇的 科学研究的人员来讲 那古景德镇的一些 老专家呢 他们的目的呢 当时呢 就是为了再现六百年前的艺术 就想再现六百年前陶瓷方面的艺术 所以呢 那时期呢 是制作了一批 那是第一批 仿制的原青花瓷器 而且呢 也曾经呢 拿到我们故宫来呢 做个展览 这一批瓷器呢 做的呢 就非常的精美 那你看造型 文饰 从哪个方面看的 都非常的接近 但是呢 这就是我个人的感觉 体会了 非常的精美 所以你现在啊 就是那么多的科学家 和古词的 这些老专家进行复制 它水平呢 是仿制非常好 非常清晰 但是唯一的 我的感觉呢 就是说是 精美有余 而古朴不足 它仿的非常好 非常精美 但是呢 它缺乏远代此起立 古老方面 这种古代的这种美啊 这种 也可以说 我感觉到 元清花有一点 壮美的感觉 它的文是 力量 画的 风力 比较有力 所以它非常精美 很精细 那水平是很高的 但是呢 缺乏远代的质量 缺乏远代呢 就是几百年来的那种 普普的那种 所以这个 所以呢 我们就感觉到 这个元代的清花瓷器呢 你不是老瓷器 那就是不超过三十年 就是这三十几年 做的 所以我觉得呢 咱们呢 就是说呢 要了解呢 这一段客观的存在 所以这个瓷器呢 我觉得 往日的元清花来讲呢 应该说是呢 不超过三十年 这是 这是我们呢 这个 这个观点呢 也是可以说提出来 和大家 共同探讨的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 真假元清花的区别 也就是谈谈 原清花它的特点 这也等于我们在 鉴定 元清花了 现在呢 现在鉴定瓷器来讲呢 主要的呢 就是两个方法 一个呢 就是传统的 要用眼睛看 就是用目测的方法 来进行鉴定 一个呢 鉴定的方法呢 现在呢 就是用科学仪器 进行科学鉴定 我认为呢 将来呢 就是咱们这陶瓷 鉴定啊 也必须呢 要走向科学的道路 要和科学的 科学的测定呢 要结合起来 但是 目前来讲呢 我觉得科学测定呢 还是处于研究的过程 我们还不能够太 太偏须 一个现代的测定 因为现在有些的测定啊 明明是新产品 它的特点 很明显 新的东西 但是有的 并能测出来以后 它的数据 就说是宋代 他认为呢 这些个 他测出来的结果呢 他和 和宋代的这个 这个 化学成分的组合呢 他认为是明智的 但实际上 你要从东西来看呢 它是个防品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个因为我呢 也不太懂得 这科学这方面的知识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也不但地在探讨 现在呢 就是发 现在老瓷器是非常多的 特别是碎片 你看那玉瑶厂啊 现在一发的图图以后 玉瑶厂的碎片特别的多 玉瑶厂的都有 现在宋代的武当 玉瑶 除了歌瑶找不着以外 其他几个词瑶的碎片 都可以找到 所以现在呢 他就是进行 进行 仿制的这些人呢 有的是科研单位 他不一定 是从市场 这个经济出发的 他可能是作为科研下 他就把老的东西呢 现在进行了磨碎以后呢 把老的 他原来的 含有不同金属的 这个成分的比例呢 都给你进行测试 胎也好 幼也好 就进行测试以后呢 他就可以按 老的这个配比的方法呢 他来配新方 按这个 按过去的这个 他测出来的这个比例呢 来配新方 配新方的结果呢 他用的土 用的原料 也都是当地的 特别是乳窑 其他词咬 特别是宋代词咬 定谣也好 他都用当地的土 当地的原料 甚至于挖出来的土和原料 他进行仿制 所以当随 现在一上入来呢 他的柚子啊 胎底啊 你看都很接近 这样一来呢 现在就很早了 我们的眼光 所以在这状况下呢 如果我们 你不懂得老瓷器 所以我们必须呢 你还是要懂得老瓷器 要研究老瓷器的特点 所以现在呢 我们这些老 比较老一点的 就是说比大家 这个研究 我们年份稍微多一点 在博管工作的人来说吧 我们呢 对于鉴定来讲 现在还是倾向于 用 就是倾向于 用经验来进行鉴定 但是必要的时候呢 还是要应该呢 必要的时候 可以结合一下 科学的测试 所以我觉得 科学测试目前呢 只能作为我们一个 参考的一个数据 但是 我们这传统的鉴定 是不是它不科学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 经验的鉴定 传统的鉴定 它也是科学的 它不是我一个人 总结出来的 也不是任何一个老师 还总结出来的 而是经过了我们 几代的 几代人的努力 专家 他们多年的研究的结果 也可以说是他们的 他们多年的辛苦 总结出来的 特别像我们 故宫过去 也是我的老师了 我们一起做工作 像孙英勃 孙苗先生 像耿宝昌先生 像过去的 陈万武的 冯静明 他们几十年呢 都是在研究这瓷器的问题 那我们会吗 为什么我们说得出来 它怎么回事 又怎么回事 那班人怎么回事 这些的都是老先生 他们多少年 不断地排比研究 我就记得 五几年 五六年 五六十年代吧 我们故宫大整理呢 都是比这房间还要大呀 小件的都摊在大的案子上 比较大一点的呢 就都摊在地毯上 一个造型的 一个花纹的 都放到一起 我们进行排比 老先生当时也给要讲解了 就是说明了 这些的经验呢 那是老一代 也是他经过实践的 进行研究出来的 不是平衡裂造的 所以我觉得这呢 应该呢 他也是科学 是一种科学的总结 所以我觉得这个 鉴定来讲呢 它是一个实践性 很强的一本学 必须呢 我们要亲自呢 动手摸一摸 看一看 经常的去看 才能够 你对老东西呢 必须对老东西呢 要有一个感悟 有一个感觉 所以这样呢 对我们来辨别慈情 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 介绍真假 原青花呢 也就是凭着过去 我们的经验 总结出来的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 这个真假 原青花的特点 在谈这个特点呢 主要呢 我就是从 从这几个方面 一般来讲 从传统的 这个方法 鉴定来讲呢 它有五大要素 五大要素呢 就是胎 幼 造型 文字 款式 所以你要 鉴定一件词性呢 必须要结合 这五个方面 不能只凭一个方面 说它有款 就全对 也不行 我在浙江义务 有一个朋友 他专门来带字的 凡是带字的 而且这个人呢 这个人他也特别的投入 而且呢 他也很喜欢研究 所有带字的 他都去到图书馆 室内的时候 他写的是什么地方 他就到什么地方去查 所有这些 他查来的 没有一个 说没查着头的 所以这样一来讲呢 他越查得着 他就越觉得 他这东西多 但是呢 你要从文事啊 从造型啊 从几个方面来衡量的话 他和他本朝代呢 就不相符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 说你还是我觉得 要全面的掌握 不能同某一个方面 好 瞧这一个花纹 他就像康熙 康熙的双鸡牡丹 一看 那他就是康熙 他现代化呢 他也化双鸡牡丹 所以呢 必须呢 我们呢 还要掌握了东西 而且呢 胎又造型 从这个五大方面呢 去分析 我们首先 第一个方面呢 从看盐青花 我们先看盐青花的胎体 从胎体上来看呢 一般呢 我们往往呢 都使用看它 对于断面 你要是打破了以后 你看它的 断面来讲 它是属于灰白色 而且呢 它的胎体 从它的这个 胎肚的质量上来看 它比较疏松 有气空 而且呢 还有一点 黑的搭点 一般呢 就是它胎肚的杂质 这是从它 从断面上来看 一般的来说呢 它是有 有色的现象 我们刚好修一的时候 大家可以来看 这是最典型的一件 圆青花 这是一个 圆青花 大霉瓶的布的一块 你看它的对面 这个断面 不是很清白 它呢 有一种 它中间呢 有空隙 也有杂质 就说明 圆袋的就太 胎体呢 还是比较 比较疏松 风力呢 比较轻糟 一般的 大胎体 比较厚的来讲 都是这个状况 但是呢 这是有过小件 比较小件的呢 圆袋的呢 它会说 比较精细 你看 这个小件的呢 它断面呢 是比较精细 但是 整个来讲 它还是没有 轻带的心 小件的呢 胎体呢 还是比较精细 有的呢 有的呢 比较 比较白 所以这个胎体来讲呢 对一件 判断一件瓷器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 它除了你看它 胎致的粗性以外 另外呢 胎体呢 还有一个轻动的感觉 因为你胎厚 它肯定的胎体就重 所以圆袋的瓷器呢 一般大件来讲呢 胎体都比较厚重 特别是大罐子 大盘子 它胎体呢 比较厚重 但从厚重来讲 我觉得呢 这个大家呢 必须呢 还是要有一个 亲自的一个手感 是最重要的 就是圆袋的 盘子 贯的 它胎体很厚重 但是这种厚重呢 它都是适中 就是说 也是比较适度 它不是说了 死沉 很沉重 你感觉拿起来 很费重 就是我们 这么多年 搬瓷器 没有说是死沉 你拿不动的 或者给你的感觉 很沉重 我前几天呢 看到一个 就是现在访的 一个元代的 玉国春平 这玉国春平 本身来讲的话 作为元代来讲 胎体不是很好 不是很厚 它的轻重来讲呢 还是比较合适的 可是呢 它的分量 都在它们肚子上 一拿起来 这么大一小瓶 很沉重 好几斤 那你从轻重上 对时代上 要有个概念 所以过于轻重 过于轻不行 过于重呢 也不行 这不仅呢 就是说是 元代瓷器 它作为其他文类 就是作为其他 时代瓷器来讲 有的大价呢 确实比较很重 家境呢 大盘呢 有时候也比较重 但是这些个盘子 重点 看它胎体 有一定的厚度 但它都不是说 人搬不动 所以现在做的瓷器 有的人都搬不动 那仿元代 我在三公里 看了大盘子 亏大了 都超过什么 简直是搬不动 但写了元代块 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呢 因为没看过 真以为它就是真 所以我觉得 在胎体上来讲 我们应该要有个考虑 对于新瓷器来讲的话 仿制的 从胎体上呢 我们要有感觉 另外胎体呢 现在从断片上来看 我的感觉啊 从断片上来看 现在胎体比过去细腻 我这今天给大家 带着词片里头 待会儿 你们看的时候 有点注意 有一个词 这里边呢 这里边有新词片 新的元代词片 大家你挑一挑 如果能挑出来 就说明咱们对 胎体和右面的 你就有个感觉了 这是胎体方面 第二点呢 就是元清花的帝右 从帝右上看呢 大致上呢 他分为清白有和暖白有两种 这个作为瓷器来讲呢 他的帝右啊 我觉得很重要 胎体呢 有时候咱们看不到 有时候就能够从底足 从他的底的 能看出来他粗心 但是帝右来讲呢 是咱们在看 现在从眼睛直观来看的 第一眼心感觉呢 就是帝右 所以元清花的帝右呢 就是 我呢 就是他的帝右 我呢 元清花的一番呢 就是说 他这个帝右 就是白帝 就说明是这个白帝 这白帝呢 有清白 一般来讲呢 都属于清白 但是呢 这个清白里面呢 我们要注意呢 他有的时候 偏清一点 有时候偏白一点 并不是说 他这一个时代 他都这一个元 小胶咱们可以看 好多这个元代 他并不见得是 你一个 一本 就是说明他这个白里面呢 闪点清 这词呢 帝右呢 就是清白的比较多数 这个清白呢 这个清白呢 这个烧旦呢 就给大家 要注意了 他帝右的这个清白来讲 这个景德正的词气 明清 你要说帝右呢 他都有点清白 你看清代的词 你要看他有点清白 你看这么多呢 我这里头也有清代 也有明代的 都有点清白 这是老词系的一个 可以说是他一个共性 但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必须要理解呢 他这个清白啊 胎右之间的感觉 他必须呢 胎右结合得非常嘴密 而且呢 给你的感觉 必须是很坚实的 这不是老问题 不仅是元清花 永乐选择清花 或者家庭万里的清花 他的胎右结合都很紧密 给我们的感觉呢 都很坚实 这不是一种老词系的信仰 当然有其他时代呢 他也有不同的观感呢 你要像永乐选择的 他帝右呢 他除了很坚实 感觉清白要以外 他有很细小的橘皮纸念 是吧 你要说是橙话的右面呢 他很肥润 很油润 看起来呢 他又带了点很白了 他这也是时代特色 但是你从原来 就是说和各朝的来比 这个帝右 他虽然有点趣味 但是呢 都必须给你感觉要很坚实 这是我觉得 这是我的一种体会啊 就是必须给你这样一种感觉 他才是老词系 如果你觉得这词系很漂亮 发软 你看你要到民国的白和这个 和以前明清的白它都不一样 你看现在的这个清白呢 我觉得它是比较松软 有时候气泡太多了也不好 所以在清白上来讲啊 必须呢 我们要有一种坚实感 而且要给人呢 有一种柔 有一种柔和的亮光 这是这个是在清白有这方面 卵白又呢 这个卵白地儿啊 也有在清华 跨清华呢 卵白呢 是等于是原来呢 心创的一种地诱 这个卵白又和清白又 那么清亮 它这乳白又呢 它卵白又呢 它是骨酌状 它不透明 它表面的光子呢 它是发木光 就是木头的木 它不是很亮 它不像清白又一亮 经常是缓宣德 它写宣德 不写证德 家庭好 家庭人是缓成话 缓宣德 它写家庭人是 这个证德 达到这种老的质感 所以现在 心思于它的右面呢 它不仅是仿原青花呢 其他比如 作为它这个地佑来讲呢 它为了想表现呢 这个古老 所以呢 往往在右面呢 它要做一些旧 这个呢 大家呢 也都知道 有这个了解 这个右面做旧呢 现在有几种状况 第一种呢 它为了去掉这种光泽呢 有时候在右面呢 进行打磨 打磨呢 就是把右面的光泽呢 给你去掉 它打磨的方法呢 也是比较多的 有的时候是用皮子 是用皮子磨的 有的时候呢 是用很细的磨 大理石的那种细纱的 进行打磨的 但怎么打磨呢 我也没有见到过啊 就说 都是通过不同的朋友呢 来谈论这事啊 所以就说 现在这个新瓷器的 用面呢 它为了达到 这个老的这种光感呢 也有秀 做旧 这个表现 我们要注意 特别是如果是打磨的话 一般呢 用放大镜就可以看 你用放大镜 要一看呢 一般肉眼的不觉得 觉得也挺好 但你要用放大镜看 如果是打磨的话 你用放大镜看 可以看到 磨的那种磨痕 非常细 很细的那种磨痕 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还有的呢 就是它在右面呢 做点水碱 就是磨点 磨点黄的东西 一片一片的 都好像水碱 好像是从出土的 这也是一种 它在这些做旧的表现 右面呢 磨点黄的斑 什么的感觉 这个呢 也是做旧 这是从地右上的 这个表现 第三点呢 我们就要看 原青花它的原料 这种青花瓷器啊 作为青花 它所用的原料来讲 我觉得是它 辨别时代 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尤其咱们中国 景德镇的青花 景德镇的青花 从元代到明代到青代 它各个朝代呢 它都使用了 不同的青料 所以呢 它每一个时代呢 它青花的颜色呢 都是青花 都是白点兰花 但是呢 它色调呢 是不一致的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在 变得青花的时候呢 它看它的原料呢 是用什么原料 还是很 很重要的 这个原青花的原料呢 一般来讲呢 主要就是两种 一种呢 是进口的原料 一种呢 是国产原料 进口原料的特点呢 它的颜色呢 就比较浓烈 比较鲜亮 另外呢 它具有 这个褐色的斑点 这都是咱们经常能见到的 而且呢 你要用手摸的时候呢 它这种斑点呢 它有一点 微微下挖的感觉 但是这个 原青花 它这个斑点 微微下挖呢 它和永乐宣德 那斑点的下挖呢 还有些个区别 它原来的 基本上 它不是像永乐宣德 那么明显 只不过呢 它也是有一点 挖的感觉 因为它这斑点 就是金属的 凝聚现象了 所以它呢 也是有一点 下挖的现象 这是 这是国产原料的特点 这是进口原料的特点 它的颜色呢 都比较鲜艳 比较透 这个褐色的斑点 手感呢 有点微微下挖的感觉 第二种原料呢 那就是国产料 国产料呢 一般来讲呢 它成色呢 没有像进口那种鲜艳 这个国产料的色料呢 主要是灰蓝色 呈灰蓝色的呢 比较多见 但是国产料呢 一般有的呢 它也有褐色的斑点 但是国产料 它褐色的斑点来讲 一般的来说呢 点都比较小 它也是褐色 因为国产料也好 进口料也好 它主要的成色系 都是氧化骨 而且呢 它的原料里都含有 不同的金属 也有铁了 某什么的 那这个斑点呢 主要都是一种铁的 这个结晶 一种冥记的现象 所以国产料呢 它也有一点 但是国产料 它没有进口量 那么明显 那么多 一般的多数来讲呢 还是没有斑点的 比较多见 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朋友呢 就说 这么国产料 也有褐色斑点 实际上呢 它主要呢 它就是因为 它燃料成分的关系 但是我们看那个 纯饰品来看 就是看真的 原青花瓷鞋来看 它的这个原料 它在橙色上 虽然不同 虽然比较鲜亮 但是它还有一个特色 如果我们要注意研究的话 它这个一件原青花 一个大罐子也好 或者一个玉壶春瓶也好 你要仔细斟酌的话 它通体的颜色 是不一致的 你看起来都是蓝点 都是白点蓝花 都是也很漂亮 但你要仔细斟酌 它有的时候 这一片可能深点 也许呢 它细线条都是浅灰色 浅的蓝色 重的纹色呢 它都颜色比较浓重 就鲜艳一点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的 它这和我们 现在新做的这个青花瓷器 我们要拿现在新 新画的这来比较 我觉得现在新的呢 基本上它用的都是叫国产量 咱们国产量呢 所以现在新的国产量呢 它成色呢 都是属于蓝灰量 如果比较浓重的呢 它也是深蓝的 就是接近 偏有时候偏点黑了 所以它那斑点呢 有时候黑的很厉害 新的呢 因为现在 你现在要找当初 元代的那种进口料的话 那是很难用的 所以现在它要做呢 它只能来配 它自己配料 让它配出来的那个效果呢 要接近进口原料 所以这样它配出来的呢 毕竟呢 它还是配出来的 所以它的特点呢 和传世纪念要比较起来 还是有区别 另外我见到呢 就是 昨天呢 在他们国子间那儿呢 见到有的那人 拿来的瓷器呢 元清花呢 就是说它那个斑点呢 很细密 所以新的 它也有出这个特点 新的它用国产料绘画 它斑点有没有做的太多了 也不好 所以新的 它斑点特别的细密 有时候这一串啊 都是斑点 但是它这斑点呢 都是黑的 黑蓝色的 再有的话呢 它有的时候上头呢 这个新纺织的 它斑点上头 它还扶着一层 小小的银片 小的一个亮光点 都是现在的 你要元清花 它那个点 它那个斑点呢 它是褐色 它是褐色的 这个褐色的斑点呢 当然了 你可以看过 这元清花的斑点啊 和现在新的斑点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褐色 我觉得它做得太处备了 它这个褐色 有点接近像 铁锈的那种斑点 而是呢 它和右面的紧紧的 融在一起 你要现在新的这斑点呢 它突出来的是一个 小的银色的西瓜 而且呢 有的时候还很厚 突出了右面 它是这个 现在的这斑点呢 我觉得啊 这是正确的 这个呢 是我自己个人看东西 比较出来的啊 我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啊 因为现在的这个 清花颜色呢 它有时候呢 如果做得精美的 现在呢 有高档的 高仿的 就做这么一点 建的 特别好的呢 这个过去 有的清花颜色呢 是非常的漂亮 几乎呢 有点接近 接近元代的这个文化 但是现在 它做得再好 我觉得它就是精美 就是普普的这个劲儿 要达得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看清花瓷器呢 在这一点呢 我们特别要注意 一定你要看它普普普普普普 那现在做得特别好的一个呢 它可能是用 煤气要烧出来的 因为煤气要现在烧出来的 因为煤气要呢 一个它省 省比较 比较从工序上 从各方面来讲 它比较省劲 一摁电脑 一摁电脑呢 它就火度就来了 而且它这个温度呢 上来的比较快 比较匀 而且温度呢 也比较高 所以现在新瓷器呢 就显得很漂亮 颜色都是一致的 因为老瓷器过去呢 它因为是柴窑了 柴窑呢 它有火道 从火道送进柴火以后呢 它的温度是慢慢升高的 所以一慢慢升高呢 它窑里的温度呢 它不像煤气而 那么高 那么匀去 它就有可能呢 温度是慢慢加强起来的 所以这种橙色来讲 是有一定的影响 这是在青花原料方面 第四个呢 我们再看看 原青花的文字 这个文字呢 作为我们来 鉴别词级来看呢 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文字呢 一个呢 我们就要注意 它绘画的风格 什么时候呢 它这个词级 它怎么 画什么花 或者画山石 画冻石 你看早期明初期冻石 和后来的冻石 有什么区别 牡丹早期怎么到 晚上的晚期怎么到 还有些什么康熙的双音 牡丹呢 所以这个呢 一个呢 要看我们的绘画的风格 一个呢 你还要注意 绘画题材 这个绘画题材呢 就是什么时期 出现了什么新的题材 就是你一看到这个文字 就知道它什么时候 因为以前没有 是不是 所以这个文字 题材呢 也是很重要 你像刚才这位 女士 她那个瓶子吧 我一看云鹤 云凤 这个云鹤 云凤 就是家庭观历史 代表的文样 因为那时候 他心道 这个家庭皇帝 他心道教了 都是属于一些的 长生不老的 属于这些的 长寿的文样 就是从家庭以后 特别出现了 所以有的盘子 全是联合 这一圈都是盘子 瓶子 罐子 他经常醒了 所以这个呢 它是文字呢 它也代表了 一定的时代的风格 所以对于原青花来讲 对他的文字来讲 我觉得原青花文字 是比较好看的 因为什么呢 原青花的文字 咱们看书 也看到了许多 它就是呢 什么山水啊 人物啊 花贵啊 花鸟啊 它也都有 但是呢 它有几种花纹啊 它是固定模式的 也就是说 原代它画有几种 特别是在花卉方面 它有几种呢 它是固定的画法 就是说 以前不这样画 有了宣德以后 也不这样画 到了青代 更不这样画 它就是原代的 这个花纹 它是固定模式的 所以你要一看呢 如果这段东西 你先不管了真假 先看到这个花纹 就知道它是不是原来的 所以这样怎么辨别呢 我就给大家呢 就是点出这几个呢 最有规范画的花纹 因为咱们有投影机了 有投影机就好看 这几个花纹呢 我觉得都是代表 带有 都是原的 就有代表性的 你看上边呢 上边两层呢 是莲花 你看上边这个莲花呀 它莲花的 原代莲花的画法 你就着重看它的印 莲花的印呢 它全都是葫芦形 出两个小叉 葫芦形出两个小叉 你看原代的大罐子 后是盘后是花 它只要画莲花的 它这个印顿是这种花法 就是这个印 你看没有 这个印 这个印 葫芦呢 小葫芦形带两个叉 其他年代都不这么发 咱们不说黄金 就是说它本年的东西 你要看它这葫芦形的莲花 带两小叉的这种印 这就是菊花呢 它菊花的印啊 它是巨色型的 它两边拉好几条 它菊花的印呢 它带有巨色型的花印 这也是原代比较变形的一种花 你看菊花吧 它都是这种印 底下呢 它是画的是几些胶叶的 原代的胶叶呢 它都是用实线来画 而且一个爱着一个 这是菊花 下面呢 是质子花 这个质子花呀 更是原代 独一无二的 圆青花上的 或是圆五彩上面 甚至于有的 后是圆代的 慈州瑶 它这个 它这个质子花呢 都是画 五个小的花瓣 五个小的花瓣 有点像梅花似的 圆代来讲呢 经过有的先生 他们查资料呢 这个质子花呢 它叫做佛花 当时的元朝呢 就喜欢这种花 就是这种五个小花瓣 是质子花 这个是呢 圆代独有的花瓣 佛花 也叫佛花 放的五彩 很固定 牡丹花叶啊 它是固定的 母瓣 比较肥胖状 一会儿我们呢 待会儿看 这个云间 就是圆代青花出现 这个像云头似的 为什么叫云间呢